摩篇第八 摩者揣之术也 内伏者揣之主也 用之有道其道必隐 微摩之以其所欲 侧而叹之内伏必应 其所应也必有为之 故微而去之 是为色教逆端 隐茂逃情而人不知 故能尝其事而无患 摩之在此福应在彼 从而用之事无不可 故知善摩者如操吊而临深渊 而而投之必得余言 故曰主事日常而人不知 主兵日圣而人不畏也 圣人谋之于阴 故曰神 成之于阳 故曰明 所谓主事日常者 即得也 而民安之 不知其所以利 即善也 民道之 不知其所以然 而天下彼之神明也 主兵日圣者 常战于不争不费 而民不知所以福 不知所以畏 而天下彼之神明 其魔者 有以平 有以正 有以喜 有以怒 有以明 有以行 有以怜 有以信 有以利 有以悲 平者敬也 平者敬也 正者疑也 习者悦也 怒者动也 明者发也 行者成也 连者结也 信者欺也 利者求也 悲者涛也 故圣人所以独用者 众人皆有之 然无成功者 其用之非也 故谋莫难于周密 睡莫难于西听 事莫难于必成 此三者为圣人 然后能认之 故谋必欲周密 必则其所与通者睡也 故曰 或极而无戏也 福事成 必何于数 故曰 道数与时相偶者也 睡者听 必何于情 故曰 情何者听 故物归类 抱心驱火 造者先然 平地注水 失者先如 此物类相应 于事辟 有事也 此言内福之应 外磨也如事 故曰 磨之以其类言 有不相应者 乃磨之以其欲言 有不听者 故曰 独行之道 福 积者不挽 成者不拘 久而化成 不耐